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冬季时令小咸菜腌羊姜 又叫羊芋头,用它来腌小咸菜 做出来特别好吃,清脆,爽口 个人感觉比用萝卜做出来的小咸菜,口感上更清脆 下面把这五斤羊姜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尤其是缝隙里面的带有泥土,一定要多冲洗几遍 全部洗好后,把它转移到漏篮里面 再用流动的清水,最后多冲洗几遍,洗干净 洗好后放在链架上 把它摊开,晾干表面水分 再准备六七个洗干净的小米辣,也是摊开晾干表面水分 准备几根青线胶,用流动的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放在链架上,同样晾干表面水分 晾了一夜,水分已经晾干了 先把羊姜表面比较脏的部分用刀切下来 尤其是缝隙里面,洗不干净,洗不到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净 最后再把它切成厚约一厘米的片 不要切太薄了 太薄的话口感不会那么脆 全部切好后,放在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大盆中 下面箱里面加入40克不加点不是低纳的水用盐 戴上一次性手套,把它专扮均匀 腌上一个小时,杀出里面的水分 接着把辣椒地先取下来 不能吃辣的,可以少加一点小米辣 再斜刀把它切成段 青椒也是一样,切成长段 再准备一点大蒜,切成蒜片 最后再切点姜片 都要保证没有生水 切好后先装入到一个干净的盘中 等一会儿再用 下面准备两个洗干净,耐高温的玻璃瓶 放到蒸锅里,连同盖子放进去 开大火,把水烧开 利用水蒸汽高温消毒杀菌 这样做出的小咸菜可以长时间存放 蒸上七八分钟后,等不烫手的时候 把它们依次取下来 一定要用耐高温的玻璃瓶 不能够耐高温的千万不要用 然后放在那里晾干里面的水分 羊姜杀出水后,把羊姜单独剪出来 放在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大盆里 里面的水就不要了 再把切好的配料放进来 用筷子搅拌均匀 下面煮锅里加入200毫升清水 放入一小把花椒 开大火先煮出花椒水 再像里面加入300毫升生抽 150毫升老抽 最后加入50毫升香醋 用筷子搅拌均匀 开大火烧开后,转最小火 先煮两分钟煮出香味 煮好后放在那里,把料汁放凉 放凉之后倒在羊姜里面 接着再像炒锅里 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放入一小把花椒 这一步是为了增香 然后加入两颗八角 两片香叶 一小把小浑香 开小火把这些大料炸出香味 炸到像这样,颜色变深 香味出来之后 就可以用铲子把它们捞出来 丢掉不用 然后再放入一把洗干净的干红辣椒 开小火慢慢炸 炸至辣椒颜色变深 香味出来后 趁辣椒不注意 开大火把油温升高 油温烧热后趁热泼在羊姜上面 最后用筷子把所有食材全部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把它转移到控干水分的玻璃瓶里面了 里面的辣椒,蒜片,姜片也要放进来 这样腌的会更入味 最后把料汁也倒进来 料汁要没过食材 一是可以放置时间长,二是会腌得更好吃 最后合上盖子拧紧 腌制一天一夜就可以吃了 腌制时间更长会更入味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做好后常温保存就行了 能够吃到明年春天都不会坏 吃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小末香油 拌一拌会更香 这样腌好的羊姜在吃饭的时候来上一小块 特别的清脆爽口开胃 做法非常简单 腌出来又好吃,特别的下饭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再试试吧 我是阿胖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点我头像还能够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